喂我是教練coach 好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這個老鄧的牌組 這個老鄧啊 他的回想就是 你打了14費的法力之後 你會拿到一個經驗卡 那經驗卡的話就可以 永久的加入你的牌庫 那那個牌庫一定會是兩費的 然後經驗咒語是一費的卡 那我這個搭配呢就是 因為他這個回想的概念就是 回魔如果很多的話 他就會變得特別強 因為你可以一直拿那個 兩費的強化卡牌嘛 那我們起手呢放也是老鄧 老鄧打金探子的話 你可以賺魔力跟移動步數 然後其他就隨便快速甩一甩 然後第二階段的時候啊 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時候 你可以先拿到一張經驗卡 打掉沒關係 因為等第二階段哈利出來之前 你還可以再拿到一張經驗卡 那你就要記得留金探子 因為哈利一出來之後 你就直接打 5費的金探子 加1費的經驗卡 你就可以完成他的大絕招 魔力值相差4倍 他可以打特別痛 而且 這個小哈利要盡量往後叫 因為他的大絕呢 是沒有距離的 好 所以這套牌就是這樣 那重點就是在選經驗卡 怎麼選 你要依照你的對局去選 然後有時候是運氣問題 盡量就是選那種 打出來比較直接的卡片 像閃電風暴 就很直接 那如果你遇到對面是玩什麼 石像 你就可以考慮選清場能力強的 就對面玩生物 你就要選清場能力強的 那3費的話就是有 背盤跟多多死 那4費的話就是有 吼吼燒 所以這套牌滿靈活的 好那我們就進實戰 哇 對方感覺很強欸 走不斷 他們是玩生物喔 想辦法處理他們的生物 啊 你有老盾 我先叫喔 先叫你 先不要喔 你跟你要叫在同步就好 你只要叫的時候在同步 你離太近 我沒關係 快走快走 我要叫 哈哈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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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一直狂殺那個貝拉 快走 防殺那個貝拉就對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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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走 快走 很久 應該不敢就來 那個留給閃電 那個留給閃電 那是 那是 的 怎麼會這樣 很可怕 很可怕 哇幹我本來可以把他斬掉 還好小哈利補刀了 嘿嘿嘿 小哈利打一個服裝過去 打一個很痛的服裝過去 喔可惜我們剛剛那個沒默契 沒事了 因為我跟他要找我就會用好 因為他那麼久 他應該是我不知道你有什麼害 沒事了默契問題而已 他有默契的 因為他也玩老盾 輸了喔 要處理他那個喔 奈妮有沒有什麼可以出力的 只有這樣 還好我有這個吹風 幹那我要學哪一個 我們幫幫做好了 那他們會一直救他們的生物喔 看他們會一直救他們的生物喔 嗯 這邊一直用排風包我們 那邊先自己打死 這邊 我們要來得及 那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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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水狼 水狼很棒 水狼 讓你這補不起來 水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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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 好 蹬 好 好 优优独播放 打得不錯吧 我的腦袋玩得不錯吧 我先叫我先叫 安 absolut 魏比哥 嘿 我會不會 好 在搜尋 少許一張 往前 這就是一隻手 一隻手 一隻手 我會做我最好 我會做的 一隻手 這隻手 我的手 那隻手 不然 那隻手 我又有斬電風暴了 他完蛋了還玩多比 直接逼他逼他一個斬電 逼他逼他 救我救我 等一下你有車嗎 你要盡量保護我喔 給我誤獲那個 耶還敢玩多比啊 我是狂抽閃電 對有沒有勉強 打完了 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按讚訂閱加分享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喔 大家掰掰